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王贤国家秀战略中心 然后从2012年开始上加谈谈 这是我第八次靠谈 靠墙国家秀战略中心 09年开始的 这是我第11次参加了 第几次 11次 你也是欢迎歌 我也是欢迎歌 我也是欢迎歌 是挺惨的 睡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你一天能睡三个小时的时候就算不错了 然后你第二天从也缓不过来 因为第二天从头到尾还是在开会的 想喝水因为不能上厕所 你是不是刚谈谈会的 对 就是你谈谈三个小时然后也不敢走 你今天谈谈结束了吗 刚刚结束 他啥感觉 经济力 他本来都不想接受你的采访 所以我硬拽过来 他想回去睡觉 我一般都是纪念期 然后没有时间吃饭就来了 从今天中午我们 从早上9点开始开会 就开到2点的时候 有人说不行我家太多了 我家主说 那我给你们15分钟时间 你们去吃饭 吃完饭你赶紧回来 大家就刷一下教室了就去找 三明治和苹果 很爽啊 跟巴黎协定 好吧 就巴黎协定达成的时候 当然是觉得挺爽的 爽得大家都非常激动 因为巴黎协定 毕竟大家谈了这么多年很辛苦 熬了很多个夜 然后最后 巴黎协定达成的时候 我们没有进了主会场 因为他主会场交票 我们在旁边那个富贵场 看直播 看直播看完的时候 就是当时他敲筷子的时候 我跟另外一同事陈季 你们俩就默默 好疼痛哭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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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默默的在那哭 就觉得他确实是 呼入了一个 没有 热烂的眼眶 热烂的眼眶 是一个好事的问题 叫谈判大年 谈判大年 谈判大年就是意味着说 很多很多重要的决定 必须要说出来 这样的情况下 经常谈判会谈到很晚很晚 好感觉 我常常很天生 要躲在那睡袋 大家就睡一层没有 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 好一点挺就没有好看 可糟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一坨就是我 就是 成天二四小时无休 绝对不是景象这个 因为我们是上 上上升 就是冬天没有休闲 今天 你们俩也是这个 你俩也是这个 你俩一个 我每天都来 你俩也是这个 你俩是这个 你俩是这个 上次一个比较惨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在应该是在立马那年谈判的时候 就开业会开到晚上 晚到什么时候呢 就晚到说我的影线 就实在是干的 我也能够受不了 但是开始忽悠自主的流眼泪 然后正好轮到我在发 的时候已经疼得不行了 就按了麦克文闭着眼睛在那讲话 没有 他是一边哭一边讲话 就眼睛看着在流眼泪 然后就闭着眼睛流眼泪 但是在后在那里发点脚 我的贡献啊 大大的 好几个文件一个一个 这一个议题的谈判的主持人 就是坐在台上来 来帮助大家怎么去谈判 哦妈呀 那段时间真是不可想象 去年大概十月份左右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出案文 就是我跟我跟美国那种主持人 一块包含明书处 基本上我看我的邮件 邮件的那个list上面 就是很快 大概20分钟就满满一屏 邮件就新的邮件就过来了 所以谈判就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就是它不光是这两周或者三周的事情 它其实是贯穿在整个一年的过程中 像它去年应该花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 就一年的三分之一时间 然后再准备啊 我觉得谢主任当时让我很感动的在于 他不光是把房让给我 他的主要是想 能跟我们一起坐着搬车去会场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搬车上开房 因为每天早在表团上开房 会沟通前一天的情况 然后上一次也是第一次 大家就能先在在表团队 现在在搬车上开 我这还有照片 就我们每人坐在前面 哪里倒流的那个小位置 那里倒流的那个喇叭 然后给大家接 这样的话大家等于可以 几位一个小时 不然的话就等于 代表团就要起的动作 这不是讲 这就是应该说一个 为了感谢性 感谢性就是什么呢 就是今年巴勒斯坦 作为77国集团家中国的主席国 然后我在其中一个议题里面 作为77国的随小园 就是为了帮77国达成一个共同的立场 就是凝聚发展的国家的生命 然后巴勒斯坦为了表示感谢 就发了这么一个感谢性 这是唯一的动力 对啊 就是能在中国的态度 不然就不敢 对啊 就像主人好说的话 一辈子都值了 一辈子能为国家做好 这一件事情就值了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